之前有过这个颜色 这天穿起来蓝带一点点纸 这件给我的话上班了 这件必有了 为什么呢 它是很简约 可是它是有小细节的 你看这边它是这样子压线 中间压线 这边一样是这样子压线 下白裙 这个part一样是这样子压线 破开两层来车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 左右两侧有口袋 是functional的 袖子这边 翻着定位 它的小细节是属于比较细腻 这你overall看去是看不到 可是整体穿起来 它是会有那个款式在那边 长度一样属于一个大气的 Belloni的长度 怎么是那个是 鲜鲜的紫色 蓝 sorry Liland Loo 戴紫蓝紫蓝这样子 之前有过这个颜色 蓝色是不对的 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 跟着助理的石马下单 这一件助理一样是穿得到 助理一样是穿着M 助理一样是穿M 整体这个面料是西装布面料 是有弹性的 穿起来长度很湿 这一件 因为它没有太多很花俏 这个就属于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 比虫穿人家不会觉得很显眼 就对了 Liland Loo 所以说 美朗外面是有弹力 那么跟助理的起码 能接受上围腰围贴身 M是可以啊 因为 我就是想穿着ECM 所以我一样是穿着M 整体来讲这一件呢 上围腰围或者是臀部 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 能接受贴身 2CM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 我是穿着蓝色M M3 然后现在又穿起来 也是属于一个大气的产品 所以说 跟助理的起码 能接受贴身 要跟 要跟上围多个2CM sorry 是可以啊 可以2CM 所以跟着尺寸再加个2CM 可以前提是说 你要接受比较贴身 我是穿着M3 然后一样呢 我是自流套 我要选择M size 因为它没有是有弹力 因为有弹力的形状面料来 我身上这个是蓝色Liland Loo 然后换了这个灰色 然后三个色里面 如果你讲比较深的颜色 会是我现在身上这个灰 OK 下白是属于一个大A小flare的裁剪 有口袋 左右两只口袋 方身的 OK 长度大气的长度 上班可能说 有些颜色太浅了 你不能穿的话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灰 OK 这个灰也要有了一个显白的效果 可是只是相比之下 它穿起来会比较深 它的颜色 它的tone会比较 比起这两个 是看就看得到 它的颜色的色系在那一边 OK 我身上的灰色 跟着距离的尺码下单 穿M 然后我是穿得到S的 OK 面料西装布 面料灰色 来我去换粉色给你们看 今天 背景 全是穿起来比较mansalam的颜色 我身上这个Champagne Pink NDS18 价钱是80 S到XXL 所以所有的尺码的顾客都买得到 来 主角身上这个是粉色 香槟粉 有口袋 左右两色口袋是比较少的颜色 我身上这个比较少的颜色 灰色 Layla Blue Layla Blue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Champagne Pink 三个色 NDS18 这些主要找整件Plan的 完全没有印花 然后小细节是 它的小细节是比较细腻的 整件看起来就是Plan的颜色 强推啊 这个款式 因为它整体穿起来 这样子的款式 它比较经典的 然后没有这么容易过时 NDS18 价钱是80 助理穿M 然后我应该是穿得到S的具体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来我来一个套装给你们先 裙子版的套装 Free size OK Cotton面料 XXQ011 如果没有记错 价钱是105 之前我们store里面有的 这样子的款式都没了 因为基本上这样子的款式 好 好